诶,你猜我现在是谁?想知道怎么让我说出这些话的吗? 哼,我才不会告诉你,只要几秒就可以实现 这项技术非常强大,你可以用它来高谈阔论,做最棒的演讲 他说的没错,用此法可不露真身,论倒于四海,当真实,稳妥 大家好,我是小易 刚才这三位都是我用今天的组结GPT Service完成的 只靠几秒钟的蔬菜,就完美夺顺你的声音 之前我们分享过很多AI应用,有聊天的,有画画的 但声音克隆一直因为技术门槛高,需要大量数据而显得遥不可及 不过GPT Service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 它由B站大神华尔夫枯和他的团队开发 主打的就是一个低门槛和高品质 GPT Service在我们自己的电脑上就能跑,而且完全免费 这是GPT Service的官网链接 为了让大家轻松上手 我已经在视频简介区准备好了一键启动整合包 解压即用,就像打开记事本一样简单 如果网络OK的话 也可以在官网点击这里进行下载 这两个就是软件的整合包 如果你是50以上显卡,使用这个 50以下显卡,建议使用这个版本 下载地址我会放到视频简介里面 下载解压后,把它放到纯英文的目录下 打开解压后的文件夹 找到这个,勾WeberUI.bit文件 双击,它会自动打开一个命令 并且在你的浏览器中打开一个网页 不需要安装,直接在网页上操作就可以 操作时,这个打开的命令框不可以关闭哦 这三个是我训练好的派蒙 特南普和行力的声音模型 下载下来就可以直接使用 如何操作呢?拿行力举例 这里有两个文件夹 打开我们解压后的项目文件 找到这两个同名文件夹 把GPT VR Pro文件夹下的这三个模型文件 复制到这边GPT VR Pro文件夹下 同样的,把Sovets VR Pro文件夹下的这两个模型文件 复制到这边的Sovets VR Pro文件夹下就可以了 接着,双击打开操作界面 然后点击这个选项卡 点击推理 模型这里选择刚刚复制过来的GPT模型 Sovets这里也是一样的 选择刚刚复制过来的Sovets模型 如果在列表中没有发现复制过来的模型 点击一下刷新模型路径即可 选择好后,点击开启TTS推理Weibo UI 它会自动进入声音课隆页面 这里选择一段原因 打开模型文件夹中的Output文件夹 找到这个文件夹 里面有切好的声音段落 如果你下载的模型没有这些文件 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找一段 听听哪段情绪是你想要的 然后在这里进行导入 在这里输入音频的文字内容 我在这个文件夹下有放它的打标文件 又击,用记事本打开即可 然后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在这里进行粘贴 你也说的也不无道理 事件人心险恶,小心使得万年传 OK,没有问题 接着,我们在这里输入我们要可能的语音文字 点击合成 这就合成好了,我们来对比看看效果 播放原因 你也说的也不无道理 事件人心险恶,小心使得万年传 他说的没错 用此法可不露真声 论道于四海 当真是稳妥 这个是合成后的声音 如果你要不一样的情绪 可以在这里选择不同情绪的声音 即使日后你将黄蜂骨的一切都忘了 海里也会记得 然后点击合成 他说的没错 用此法可不露真声 论道于四海 当真是稳妥 情绪就跟着改变了 这就是如何使用别人训练好的模型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喜欢的模型 也可以自己训练 接下来我将给大家演示 如何自己训练声音模型 过程并不复杂 大家跟着我一步步操作就能完成 还是双击这个 go.weboui.bat文件 在打开的这个网页上进行操作就行 在开始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一段声音素材 记住一个核心原则 素材质量 决定了追踪效果 建议至少准备一分钟的纯净人声 当然时间越长 情感越丰富越好 避免音频中出现噪音 混响 喷脉 响度不统一 电流声 口水音 口齿不轻 音质差等问题 最好使用WAV格式的声音哦 如果没有这么高品质的声音素材怎么办 没关系 GPT Service的Weibo UI 非常贴心的集成了人声飞离工具 它可以把你说话的声音和背景音飞离出来 比如 这是一段派蒙的声音片段 你好啊 我是派蒙 不可以 派蒙不是吃的 妈都盯着我看 我我我 除了人声 还有背景音乐 我们需要把背景声音去除 获得一个非常干净的声音 点击打开人声飞离操作页面 在这里选择飞离模型 如果音频中的声音元素比较简单 可以选择这个 如果音频中的声音比较复杂 建议选这个 它只会提取主要人声 尽可能的忽略或过滤掉其他声音 这个模型飞离出来的音频质量非常高 但是计算量大速度会慢一些 下面这些则是去回声混响这些 个人建议先用这个模型处理一遍 把人声提取出来 然后再用这个模型做第二遍处理 最后用它去混响 效果会更好 这是音频飞离后保存的位置 也就是output下的这个文件夹 如果有多段声音 可以直接复制这个文件所在目录 粘贴在这里 也可以直接在这里选择目标文件 导出格式 选择WAV格式 点击转换 在这里能看到处理进度 OK 声音飞离好了 这个是背景音 这个是人声 飞离完成后可以把背景音删掉 然后关闭飞离音频操作页面 再点击关闭人声飞离页面 节省显存 拿到曾经的声音后 我们还需要把它切成一个个10秒内的短句 在这里进行切割 打开我们刚刚飞离的音频所在文件夹 复制文件路径 然后在这里进行粘贴 粘贴后 直接点击开启语音切分就可以了 这里提示已经执行完毕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输出目录 也就是output文件夹下的这个地址 这就是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后的音频文件 我们主要观察一下这个时长 不能有超过10秒的 如果超过10秒可能会报显存错误 我们需要把它全部删除后 到这里把时间间隔改小一点 再开启语音切分 重新切分一次 直到所有的音频时长都小于10秒为止 开启语音识别 就是把语音转换成文本 这个是输入路径 也就是这些音频文件 这个是文字保存的位置 如果你的语音是其他语种 比如英文 那就在这里选择多语种 语言设置选择英文就行 我们这个是中文 那就保持默认设置 直接点击开启音频识别 我们来看看识别的进度 OK 识别成功 打开输出路径 这里会出现一个list文件 用计时本打开就能看到识别后的语音文字 如果这些文字识别的不够准确 我们还需要进行最后一步 打标 也就是告诉AI 每一段音频对应的文字是什么 在这里填写list文件路径 一般会自动生成 点击开启音频标注页面 会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我们需要对比右边的音频 把左边的文字改成和右边一致 就这样 仔细检查一遍 确保每个字都准确无误 这一步一定要有耐心 它直接关系到你课能出来的声音 图字是否清晰 这是第一页的内容 修改好后 一定要先点击一下提交 提交后才能点击下一页 否则修改后的内容都会回滚 下一页 继续修改 好吧 我就先原谅你吧 点击提交 全部修改好后 再次打开这个list文件 这里的文字就被修正过来了 这时标注页面就可以关闭了 接着再点一下关闭音频标注按钮 OK 前期工作准备就绪 我们要开始正式训练模型了 点击顶部的tts标签 在这里给你的模型起个名字 比如派蒙 最好不要用中文 在这里选择训练模型的版本 一般保持默认就行 点击一键三连 打开logo文件夹 派蒙 在这里会看到执行的日子文件 执行成功后 我们进行第二步 正式训练 点击微调训练 这里需要做两类训练 一个是service训练 一个是gpt训练 先点击一下开启service训练按钮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后台代码在疯狂滚动 你的显卡也开始嗡嗡作响了 这说明AI正在努力学习你的声音 我们这里选的是vrpro 在这里打开servicevrpro文件夹 训练好的模型会自动保存在这个文件夹下 这是我们之前考进来的行例的模型 OK service训练成功 我们再点击开启gpt训练 找到gptvrpro 这两个过程根据你的数据量和显卡性能 终配显卡一分钟的音频大概需要一到两分钟 叮 当你看到训练完成的提示时 恭喜你 你装属的声音模型已经诞生了 训练好的模型怎么用呢 就是我们视频开始时演示的那样啦 点击推理 在这里选择我们刚刚训练好的数字最大的那个模型 开启tts推理界面 会弹出一个新的页面 在这个新界面里 上传一小段参考音频 这是克隆声音的精髓所在 它能让你的AI 模仿这段参考音频的情感 语速和语调 你好啊 我是派蒙 不可以 派蒙不是吃的 妈都盯着我看 在这里输入语音对应的文字 最后在文本框里输入你想让他说的话 点击合成语音 对比一下 你好啊 我是派蒙 不可以 派蒙不是吃的 妈都盯着我看 你猜我现在是谁 想知道怎么让我说出这些话的吗 哼 我才不会告诉你只要几秒就可以实现 这音色 语气 模仿的真的很像了 它还支持跨语言 就算我只用中文训练 也可以让它说英文 日文 或者中英混合 这意味着 以后做双语视频 或者给自己的作品配个国际版 都变得轻而易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 投币三连支持一下 我是小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